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 杨江新闻带您走进今天的杨江视线 马球呢作为一项体育运动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风靡一时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川 会见了世界马球会主席 奥古斯丁先生一行 据透露世界马球会 有意在我市投资兴建马场 带动我市的旅游业发展 会见中 奥古斯丁表达了世界马球会 你在我市海领导投资兴建马场的意向 他说 杨江有优秀的旅游资源 山清水秀 并且土地资源丰富 很适合建立马场 如果合作成功 该马会将在海领导 兴建占地面积约5000亩的马场 陈小川对奥古斯丁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 他说 杨江山海兼优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 很适宜发展这一项目 市委市政府将全力跟进 确保合作成功 他希望世界马球会能在近期确定选址 我市将全力以赴 确保项目尽快上马 奥古斯丁表示 很高兴得到我市的大力支持 他们回去后将尽快进行研究 市委副书记黄强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中义 会见时在座 本台记者报道